年紀漸漸老化以後 眉毛會下垂 那同時有時候會造成眼皮泡泡種種 這個有時候不是脂肪 是眼皮過多的堆積 那這種情形其實我們可以利用手術的方式把它拉起來 這種狀況就會改善 提眉手術 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將眉毛拉到 那所以有哪些人適合 第一個就是眉毛眼睛距離很近 就是看起來就是非常的衰尾到人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造成你給人家的觀感不佳 或者是說這個眉毛下垂 眼皮下垂已經影響到你 那你可以考慮做這個手術 而不是一定要 那第二個就是 當你年紀漸漸老化以後 眉毛會下垂 那同時有時候會造成眼皮泡泡種種 這個有時候不是脂肪 是眼皮過多的堆積 那這種情形其實我們可以利用手術的方式把它拉起來 這種狀況就會改善 怎麼樣的人適合呢 最終的狀況還是要跟醫師諮詢 詢問看什麼樣的手術方式適合你 但是在家裡大家可以做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測試 你可以試著利用手 將眉毛做一個拉起的動作 然後看著鏡子 看你的左右兩邊眼睛拉起來的情形 你是不是喜歡這樣的一個感覺 如果是 那你的確是可以考慮做這樣的一個改善的手術 基本上遇到眼皮下垂 或者是眉毛下垂這種狀況的時候 就是一個老化的過程 其實很多人會尋求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利用雙眼皮手術 切除掉過多的皮膚 如果這樣子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我們雙眼皮的部分呢 薄的皮膚過多的切除以後 其實那雙眼皮有時候會顯得比較厚重 恢復期會比較久 所以如果真的是比較嚴重的眉毛下垂 眼皮下垂 其實我們考慮的應該是TMA手術 這邊有一個例子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如果說我們的褲頭鬆了 然後褲腳拖地 這就像是我們眉毛下垂 造成眼皮垂墜在我們的睫毛這個部分的話 你會想到的是 直接把褲腳剪掉嗎? 其實應該不對 應該是我們要先把褲頭先拉緊 拉緊之後 假設還有過多的褲腳 這個時候剪除掉的就是眼皮部分 才會是比較適當的 而不是當你的眉毛還很低的時候 就直接去把褲腳做一個剪除的動作 所以這個例子就是告訴我們說 把眉毛恢復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應該優先於做雙眼皮手術 提眉手術是將我們眉毛恢復到原位 那可以改善過多的眼泡的狀況 如果你想要有一個雙眼皮的折痕 或者是創造更高的雙眼皮折痕 雙眼皮手術是創造折痕的手術 而不是去除掉多於皮膚的手術 這兩個手術可以一同施作 或接續施作 在提眉手術之後 可以考慮做雙眼皮 除了雙眼皮之外 其實我們上半臉的部分 都可以考慮做這個合併的一個治療 比例來說 蠻多客人會同時是做提眉手術 以及墊額頭的一個手術 將額頭放置一個墊片 可以得到一個渾圓飽滿的額頭 那除了這個之外 有些人會想要就是修飾一下眉骨 覺得眉骨過高的話 除了墊額頭之外 也可以做一點修整打磨的一個狀況 我們在做這個前額拉體的手術的時候 因為有這幾個切口 所以有時候可以利用這個切口 同時達到其他的問題的改善 例如像是我們的線掉 那因為在涅布有兩個小切口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小切口 來做一個線掉的一個動作 可以達到中下臉的一個改善 不自覺的抬眉毛 我們要分兩個狀況 有些人是習慣性 就是他的肌肉不自主的會用力 就是所謂的調眉 但其實很大一部分的人 並不是所謂的不自主 而是因為他的眉毛 眼皮下垂之後 蓋到了他的部分視線 甚至壓到了睫毛 當你張眼睛的時候 你會利用調眉毛的這個動作 來把眼皮拉開 那這種情形 肌肉本身是不會鬆弛 不過因為長時間的做這個調眉動作 你的抬頭肌用力很大 這個地方會容易產生一些皺紋 那這樣的情形 有些人會打肉肚感覺 就是改善抬頭的部分 初期 OK 沒有問題 但是當你的這個狀況很嚴重 然後又打了肉肚感覺 會發生一個情形 就是眉毛抬不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眼皮更重更脆 然後眼袍更嚴重 這種時候反而應該要考慮的是 把我們這個狀況做改善 把眉毛拉起來 其實老化的速度 是不能經由手術停滯或改善的 所以我們做提眉手術 其實是重置你眉毛的高度 老化是一直持續下去的 你會問說 老了可不可以再做一次這個手術 其實是可以 有不同的手術方式 層次也有不同 你年輕的時候做過提眉手術 未來要再妥提眉手術 其實還是有一些改善的東西 其實如果說 從髮際線切 其實可以降低我們的髮際線 我舉個例子 我們的切口 如果是從髮際線這邊進去 我切除掉的皮膚 使額頭這邊的皮膚 髮際線不會變高 一部分的髮際線夠高 可以經由這個手術改善 素前的話 當然就是要跟醫師好好的諮詢 確定這是適合你的手術 你喜歡這樣的一個改變 再來做這個手術 素前大概沒有什麼太大需要的準備 反正我們大家都會希望 如果有吃一些健康食品 或一些會影響到血液循環的藥物 這個也要停滯之外 其他當然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素後的照顧 其實提眉手術相對來講 是一個恢復蠻快的手術 因為我們額頭這邊的皮膚其實是很精緻的 它的腫脹的程度不會到太厲害 甚至有些人在素後的腫脹 其實他是喜歡那樣的腫脹的感覺 因為額頭會看起來特別的飽滿光亮 所以這樣子的恢復期其實不會到太久 一般我們術或的照顧 大概前三天會有一個額頭的包紮 一個禮拜菜線 但是日常的生活幾乎不會受到影響 腫脹啊 瘀青的程度也都相對比較少 甚至我蠻多客人都會覺得說 這個手術的恢復期 比起傳統的雙眼皮手術甚至更短 因為雙眼皮的腫脹 它眼皮很薄嘛 當它腫脹的時候 它會看起來會比較不自然 這樣恢復期甚至會比我們的 提眉手術更長更久 我們的提眉手術如果是指內視鏡的提眉 它是將我們的頭皮固定到比較高的位置 在一個過程中 它會幫我們把皮膚重新的固定到 我們原本的組織的位置上面 這樣的情形在這一段期間 盡量不要做按摩 或者拉扯頭皮的一個動作 甚至是戴帽子 如果帽子比較緊的話 它會往下壓 這個動作也要盡量避免 就不要那種很緊 然後有壓迫的力量 其實如果我分析請問 可是會有一些傷口嗎 大傷口在頭髮裡面 在頭髮裡面 你如果真的要戴帽子 只要把帽子調到最終 有點像是放上去的感覺 這樣看 我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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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寶貝 你 如果老人家 已經 vita才會